今天這個國民黨的臺灣理委 實在不好,我不要被罵罵 他今天這世為了國民黨有安有財產 有財產好,今天都來為國民黨 來賣我們自己的臺灣人 今天他這樣學到孫子 他這樣知道會好 他為什麼會老呢 他不會老呢 我們今天說一下 今天是二套爺,賣得這麼高 謝謝,我們不針對個人做評論 來,民間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吳先生 你好 吳先生你好 各位好 你好 你好請說 我說兩點 第一點沒有一個國家不能分裂 因為一九四方民 第二次世界大陣接觸 世界土地平均增加 到這時候為止 但是已經有六十四個國家 變到一百九十個國家 這都是分裂出來 是 第二點,國民黨不同 又騙大人 因為中華民國真正心不通 一九七年跟美國團糕 雙向圓中 一戶他們的美金廟 高華德 我們這裡三百萬美金買 一九七年跟日本團糕 七百年跟韓國團糕 所以說 用中華民國 人家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提出申請 高興向教授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效法計算中華民國 所以這個 像我們的 中華丹尼也不能用中華民國 我們外國的問題 也不敢用中華民國 這都在國民黨手頭做的 但是今天 要說中華民國 這基本就是騙人台灣人 所以說中華民國到今天 只能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但是我們要政策 就是台灣國 離世界 謝謝 來 新店的許先生 許先生你好 許先生 你好 我們全球來賓大家好 我發表幾點的聲明 那麼第一點 我是要請美國來宣明 我們台灣關係法中的 台灣這個名稱 什麼回事 台灣不是美國承認的名稱嗎 或是要請美國 改成這個名稱 美國我們說 台灣什麼法 或是會誘導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 叫做台灣 是 那麼第二點是美國 我們聲明說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美國不會讓我們的軍國 是不是代表 這個軍備 是不會讓中國 中國這個國家 也請美國 在裡面說 向這個會員 說清楚 因為這美國 絕對不會讓第三世界國家 來確保世界安全 是 那麼第三點 為什麼我們不會聯合 非聯合國的會員國家 成立另外的一個聯盟 反正 沒有 政府說 我們也能否認聯合國 這個組織 因為聯合國組織 並不代表全世界 那麼第四點 我要拿出一項公投的聯署 請各位來賓 到三天 那麼我聯署的題目 是 以公投 我 同意台灣成為美國其中的一州 我很好奇 美國的反應會變 怎麼樣 因為美國的表態反對 也成為世界的一個笑話 因為 如果個人的政治庇護 都會被允許的話 那麼一個地區的公投 成為美國的一州 美國基於人權 不能在國際社會上反對 那麼美國 我們同意 一對折對中共 馬上成為中共的敵國 我們政府怎麼不可以把這個問題 帶給美國 這個國際社會 那麼第一 再補充一下 我們民黨 是不是要表態一下 對這個 美國的這個說法 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還是說他提出什麼方針 如何讓我們能夠進入聯合國 請各位來賓 謝謝 許賢 謝謝 來高雄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在說這樣 我們對黨公投 讓你們這些人人技術 這樣來推黨 總是有一個希望 但是我有一個懷疑就是說 為什麼東西 創黨用的公投 要推過的時候 民進黨沒有一個委員 贊聲 大家怎樣才會都走到美 是 請問一下 我們對方 我們對方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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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對方的實力 要恨 我們對方的實力 我們對方的實力 當中的實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